主料,豆腐500克,瘦肉250克,辅量,油,盐,葱,蒜,酱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豆腐用水清洗,切小块正方形力备用,瘦肉清洗后切末加少许红薯粉腌制,加红薯粉的作用是让肉质更鲜了,葱切短备用,蒜切末备用,热油锅放肉末,蒜煸炒,喜欢吃辣, 都可以放少许辣椒酱,放入适量的清水,盐,烹饪技巧,一要想豆腐保持不鲜呢,用碗装适量的温盐水清洗即可,二豆腐保持新鲜的方法是,取适量的清水,豆腐放在水里,每天更换一到两次水即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